今天是2015年的4月20號 也就是花火節的第一天 一早我們就啟程了做了中方之心 我們來到整個南方市島 澎湖第九座國家公園 現在所看到的是東極島 等一下還有一個西極島 還有東雨坪跟西雨坪 所謂的澎湖市座國家公園 是南方市島的市島的部分 現在所看到的正前方 看到還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的釣魚人 在這邊 因為這邊的海岸激流 裡面的漁場特別特別的深 所以漁場特別特別的豐富 吸引了一些的專業的釣魚人士 來到這邊 所以你們 你們要到西極島的這個荒野裡面 都要穿上去一下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黃土 黃土在往這邊看 因為它算是會變成斜坡了 這邊有黃土有看到一個斜坡 那有斜坡 我們說這個時候 正常一定是往上 那這段呢 要不要擠下來 可能還是有了 我們就是這次 第三次擠下來 就變成斜坡了 前五言變斜坡 被斜掉了 這邊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景色 好來他們已經出來了 我們再帶回去 好他們已經出來了 我們繞回去了 這是我們現在所做的整個 整個 去哪個洞 我要去哪個洞 剛剛你還是過 大家傳出來了 在正前方呢 這邊叫做西極 正前方叫西極 在很遠的十二點方向呢 叫西極跟東極 你看這邊海岸線 哇好漂亮喔 整個海浪 哇 我們現在在船頭 我們現在在船頭 乘風破浪 現在要去徵造整個 東極裡面的最有特色 叫南洞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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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